首先我先来讲一下就是在前几天吧 我发布了一个关于我父亲病重的这个事情 之后呢有无数的网友 大约我粗数了一下有57个网友吧 给我发来就是电子邮件 去提供各种的诊疗方案 自己的经历呀或者是治疗的这个心得等等的 然后我特别的感动 还有几个朋友给我打电话 每个人就是分享自己父母患病的这个经历治疗的过程 每个人都讲了好几个小时 然后我特别的感动 就是真的是一方有难八方之缘 那么现在我的父亲在一个多月以前服用了靶相药物 当时说过现在情况已经转好了 就是他的这个淋巴结过去有2.3厘米 缩小到了1.6厘米 就是最大的那个淋巴结肿大 已经缩小了 所以现在健康状况还相对精神状况也好转了 然后也不可血了 但唯一的就是副作用就是浑身起皮疹 起的那个疙瘩包浑身都是 当然了这个药物也不是万能的 就是他很快的就会有耐药性 所以这个呢 我也是会做好心理准备吧 所以这最近一段时间 我还是相对有一定的时间来做这些视频的 再来说一下北京的情况吧 最近一段时间我也经常带着我的父亲去看病的过程当中 看到其实医院并不像很多外媒宣传的那样全部都是病好 还挤满了那种情况 没有 基本上人很少 然后呢 医院的防护措施也做得很到位 也很干净 之后呢 我就在这个医院的看病的过程 就是相对麻烦一点 把需要出示这个健康码啊 填写调查问卷等等的 最后呢 就是一切都还是按部就班 北京也没有封城 在街上虽然人比较少吧 但是就是人们的这种防护意识还是比较强的 那在超市里边呢 我去了一个就牛街的清真超市 那里边的菜品是非常齐全的 基本上没有任何的缺货现象 但是就是说物价啊 可能会让我感觉有一点高吧 比如说我买的煎蜜果子 现在是9块钱一个 还有很多的水果啊什么的 看起来都挺贵的 这一点确实是 价格这几年确实涨的比较多 好 现在我们这个小区 关于这个疫情又有点变化 就是小区有专门组织来做这个核酸检测的 好像是5个人还是10个人一组试剂盒 那种免费的不用花钱 淹是紫的 那么就是做一个普遍的筛查吧 然后我们家人已经都做完了 那这个5个人一组测试怎么回事呢 就是5个人用一组试剂好像是 然后如果这组试剂是呈阳性的话呢 就把这个5个人重新叫过来 再做一遍去细分 那么如果这5个人这组没有问题的话 那就证明这5个人全是健康的了 就可以提高5倍的这种检测量吧 然后我也想做一个 因为毕竟是免费的 如果你不发烧 你去医院去检测的话 是要花自费花掉100多 有的是200多块钱的 因为鼻式子 咽式子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那还有就是出京 现在是要7天的那个核酸检测证明 现在是出京和进京 好像都卡的比较的多 我看到有那个燕郊来回 这个通勤的一族的人嘛 就是从河北到北京 从北京回河北 中间会现在排大长队 所以呢 尽量能够错开这种高峰期吧 餐馆都开着呢 基本上 但是就餐的人比较少 我还是回家吧 回家自己做饭吃 之后我并没有直接回家 而是去了超市 超市显示进店 需要展示健康码 但实际上 形同虚设 我直接就进来了 北京的老字号百年一粒 这是一个非常好吃 但不怎么为人知的 北京老字号点心品牌 拿一个排叉 这排叉多少钱 15块8 15块8 比如这个山楂卷一包14块多钱 枣泥酥一斤21块9 桃酥一片大约1块钱 巧克力微化是我的最爱 一包23块钱 和一块大约2块多 买好了啊 这个是比较经典的 微化巧克力23块多钱 还有这种纯巧克力一片是12到25块钱不等 价格还是比较昂贵的吧 但是口味还是不错的 我极力推荐 当然我也赶上过百年一粒的打折活动 比如一大包这种碎掉的微化饼 口感非常好吃 但只有10块钱 这是打8折的 这多少钱 8块 这8块 这个多少钱 10 11块钱 这是10块一大包 光吃零食也不行 在超市里买了一些猪肉馅 准备做肉饼 肉饼是老北京人比较爱吃的一项食品 我们这边的做法就是 先把面和好 把面醒好后就开始擀面 肉饼的叠法有很多种 这是最简单的一种肉饼的做法 我叫它懒人肉饼 把馅包好之后就放入刷好油的锅开始烙饼了 注意在烙的时候要控制好火后 用微火 每几分钟翻一次面 把它烙至金黄色就更好 出锅以后 配上一点凉菜和粥 吃起来简直是美味在神仙啊 看着就 闻着就特别的香 尝一下怎么样 味道 这个肉馅刚才我已经吃了一个 特别好吃 特别的鲜 真的 今天买了一个这个装一下 这是一个遮阳档 这个东西比以前那个高级了 手风琴 我这个东西特别碍事 你知道吗 放不过去 只能这样放 这样也凑合看吧 这样遮阳效果还行吧 就是这样吧 还不如这种直接照上 应该买这个就好了 我发现这个就是一个智商税的东西 这叫什么呀 这都不合我的这个车窗的那个大小 还得多难看 用剩下的东西要给拿走 好了 在节目的最后再说一下 关于这个台湾网友 在我这个评论区引起了部分网友的不适 管他们叫弯弯或哇哇 就是坐井观天 对大陆现象很多不理解 我确实承认 因为我也有line 我也跟这个很多台湾朋友去聊过 他们对大陆 其实很多事情还是有一定的偏见 或者是极端的 我举个例子吧 就是那次说到了北京公厕 没有门 他们说公厕的那个隔间里边都没有门 他们是这么认为的 其实我跟他们说不是这样 他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认为 是因为08年奥运会有一个朋友来过 来过北京去过一个厕所 就是比较脏 可能他就会觉得 现在是不是北京还是这个样子 结果我很耐心的给他解释了一下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这几年厕所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也就耐心的给他们去讲解了一下 然后摆事实讲道理 咱们而不是说听到这种事情就玻璃心 就觉得你看你们完全不了解我们 就是给他们起歪号叫哇哇 对吧 我也跟他们说了 就是这几年 其实很多海外的一些自媒体 他们也在片面的因为追求他们个人的这种经济利益 也在导致有一些报道不是很客观 所以导致有一些东西 把讲的特别的这个耸人听闻 标题也起的特别的难听 导致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误解 所以比如说什么制造一些紧张的空气 比如说现在北京是不是封城了 三峡要塌了等等的 很多人都是为了钱而这么说的 我就希望能够就是说 把一些真实的情况告诉他们 而不是说互相就形成这种对立 越对立的话 我觉得我们跟台湾那边的朋友 就是距离越远对吧 所以呢 尽量的不带有感情色彩的去做一些这个解释工作 比那些就是互相言语上的攻击和扣帽子 这个要更好一点 你说呢 我不知道台湾的朋友 是不是知道北京的厕所问题 也来发表发表评论 那好 今天我们的视频先到这吧 感谢您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